哈喽 大家好 我是好人家大孩子 我们和萌叔就也忘记刷牌面了 今天是我们久违的红黑棒的环节 今天被我造刺的品牌是 河马先生 不知道你的城市里面有没有河马先生 我们这边只有一家 是的 我们打车跑过去还好远啊 但是河马先生其实是一个蛮好旺的食品超市 看一下我们的账单 我挑选了一些在河马里面比较红的东西 我们一起来测测看到底好不好吃 小规矩我们会在视频最后给大家总结出 河马先生的红黑棒 先声明一下今天测试的全部都是河马自己生产的品牌 所以好不好吃 不怪河马 先来吃一点小甜品 第一个牛奶小蛋糕 这样一盒是12块9毛钱 我来看看值不值得当早餐 一开开好香啊 把你的鼻子冲上来 321 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古早蛋糕 巨香 上镜真的好好看 有点像是幼儿人门口会卖的吃的东西 是的我小时候吃的就这样 像个小蘑菇 有点干 它不像那种年龙蛋糕吃起来 它会自带湿润 它真的吃起来是干的也 你要配水喝 而且蛮甜的 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个人不是特别的推荐 没有什么太多的调味 它就是淡香加甜 以及非常的干 要我们把它捏成一坨吃不是吧 它捏不起来 它吃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妙夫啊 当然了这个也许可以配牛奶喝 让大家看看阿爸精心准备的小杯子 非常的精致 你蘸着牛奶尝一尝 那你蘸着啊 我先已经是蘸着了 蘸一蘸 一蘸很甜 年轻人可以吃 那你不年轻吧 王总怎么可能年轻人 一定要有一定月理和年纪 才能做到我这个职位啊 下一个 和风暴浆泡芙 我会选它的原因 因为它7折 15.8元 它这个真的不像泡芙 它是小蛋糕 它是像包子或者白头 对 它不是泡芙 它是夹心乳捞蛋糕 好吃吗 比刚刚的牛奶蛋糕好吃 至少还不一 蛋糕本身是蛮咚咚咚的 那怎么说呢 就 难怪它要打折 就不是特别的精彩 因为你环摔着一颗吃泡芙的心 但你吃到的是一颗夹心蛋糕 蛮失落的 然后你尝一下下 就是不干 如果刚刚那个牛奶小面包比的话 它是可以吃的 而且它如果打到7折的话 也许是可以吃的 7折多少钱 7折是11块多 不值得 下一个 半熟知识 这个是你的爱 16块钱王铁 3颗 5块钱一颗的半熟知识 再不好吃 真的对不起我吧 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吃的样子 上面还有焦鹤感 对啊 它这个怎么可能不好吃啊 好吃的 都好吃 高仿好力来 跟好力来的感觉很像 它就是同样的那种 有点腻腻的口感 半熟知识都是这样子 吃一口感全是知识 就那种腻腻的感觉 上面那一层 知识的部分 很棉花 很腻 在你的嘴巴里面 像我刷墙一样 刷在你的后槽牙上面 但是如果你爱高热量的话 它可以吃 你吃起来你能感受到 它只能一块钱 吃起来你能感受到 我们是不是很快乐 对 对 瞬间多巴胺分泌了就来 马上跑出道 跟我在我马医院吃的月子餐很像 是的 而且我们刚从冰箱里面拿下一个 很适合夏天吃 但它真的很蛮腻的 如果你不能吃腻的话 配茶吃 下一个 大气梦龙卷 22块9毛钱 河马真的是贵族在吃的 超市吗 是的 好贵啊 难怪在我们这边是开在CBT 这个有点像是布朗尼 对对对 布朗尼的高体 里面有着奶油 上面这一层像梦龙冰淇淋一样 巧克力上面带着一点点的坚果 这看起来一定会非常的腻 快乐吗 好吃的耶 它是苦味的蛋糕 刚刚吃的都太甜了 突然来了一个苦 就觉得它好吃 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像布朗尼 但是它里面又有这一点点的 那种冰冰的奶油的口感 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层次感的 上面这一层巧克力的部分 其实如果你要在这里面找到一些梦龙的感觉 我跟你讲你是一点都找不到的 但是你能找到一些桃李他们家的感觉 那桃李都选一样 它跟桃李的那个好像 但它里面就多了一些 很多奶油只20块钱吧 它用的是稀奶油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太贵了 还是桃李的比较良心 那个是凌骨精品奶油吗 对对对对 他们说这个包装不是合马的 给大家看这个 这怎么不是合马的 你看一看 到你脸前看 是不是合马 下一个 牛乳蛋糕卷 看到吗 这边是蛋糕卷 然后这里是奶油 我看起来好吃耶 像云朵一样 你不敢抓的 你刚刚抓到那种 刚刚出生的小猫咪 身上的毛如龙的那个手感 你不敢使劲抓它 感觉会把它捏碎 它握住它的喉咙 你看这个奶油 爆出来了 但这个吃起来肯定会很狼狈耶 真的好像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中间加奶油的蛋糕 但那个才有毛钱一个 下场的样 好吃吗 好吃的 它有点像是 你吃喜茶 上面那层奶盖的那个奶油 纯吃那个奶油 一口下去之后 一般来说蛋糕 不是主要是蛋糕 小一点是奶油点缀是不是 它不是 它是奶油穿着蛋糕的衣服 居然是奶油 这个热量太高了吧 那你还吃这样咯 留着明天早上吃 我看一下奶油是什么配料奶油 西奶油 吃多了还是有一点点腻的 我个人觉得它可能非常的不健康 但是让我蛮愉悦的 西奶油就是动物奶油是吧 那说明还蛮良心的 我们快尝一尝 很好吃 感觉吃完之后就要过生日 Happy birthday 天哪吃了嘴里太轻了 但是我感觉牛脂太重了 太快乐了 吃完之后感觉会拉肚子 下一个 河马他们家非常有名的 提拉米酥 29块9毛钱 我买的是5寸的 因为我想这两天可能我的生活 会对河马所包围 这蛋糕放在家里面可能会吃好多天 所以我买了个最小的 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这个29块9 我真觉得是河马他们家流量爆款 29块9不值得买一个它吗 就是你朋友生日的时候就直接买到生日奶油 对啊 哇里面也是牛心的 吃不了炸弹 可以买 你看这牙齿 哈哈哈哈 其实蛋糕体本身非常非常的薄 上面都是厚厚的奶油 再加上一点点的巧克力的粉 又要非常扎实 29块9可以买 性价比很高 明天你吃日我就送这个 我也想到8寸的 上面还有个玫瑰花 哈哈哈哈 而且它不甜欸 又苦又解腻 它是又有点油腻 这种感觉真的 哇好微妙哦 你少吃一点好了 控制一下半颗给你吃掉了好吗 有个瘦 有个瘦啊 哈哈哈哈 下一个 奥里奥重乳烙蛋糕 49块9毛钱 原价69.9 哈哈哈哈 但是你看这个图 奥里奥本奥 这个算不算年龄啊 哦 算代工 哈哈哈哈 有宝罗刷蛋糕说 不健康的东西黄黄石 这个健不健康 你感受一下 不健康 哈哈哈哈 这个效果好像啊 哇 哇 你看一下这个热量 可以吗 它是奥里奥版本的 半熟芝士 巨大一颗半熟芝士 上面撒满了奥里奥的粉 你吃完之后 它是有一点点 那个豆腐的口感 你在手上面 咚咚咚咚咚咚咚 你一弹它哦 就是打你的脸之后 那个会像水泵物一样 走走走走走走走 非常得弹 真的是重乳酪 同样的非常腻 但我觉得好吃的 可以去吃第二口 而且它有点微微的咸诶 乳酪的咸味 哦 泥浆 有點像我们去香港吃的 有个蛋糕一划开流下来的 你是牛的那种感觉 露奶花 对啊哇好香啊泥浆 我现在整个嗓子 抛住了我说完了 挂毙了 一次吃一份跟朋友一起分享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你不要像我们一样一次吃那么多 哇你跟朋友吃一份也有点多 多教了几个朋友吧 那像我们家没有朋友的 你分几天吃 好厉害好吃还是这个好吃 不要好吃 就看你家门口能买到哪一个 蛋糕吃完之后 我真的要静一静 你们觉得太猴了 我真的在河马那边 我看了之后 知道人不能贪杯 他们的每一个 在那个灯光的照耀之下 真的非常的诱人 那个诱人就是卡路里 那是快乐 但是你吃多了之后 就有点快乐过剩了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研究表明 太快乐也不是好事 那好快乐了 打黑色流鼻鼻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他们家的自营饮料 鲜榨苹果汁 12.8 不打得 12.8 苹果汁 这个真的太贵了吧 12.8买这个水果汁 好喝 值吗 不值 当然是好喝的苹果汁 所以你一吃起来你就知道 它不是浓缩汁对的 你在里面能吃到一些果肉的颗粒 是那种你在家里面自己用破壁机 炸熟的苹果汁的感觉 蛮厚实的 里面我们感受到 没有怎么兑水 没有怎么兑水 你明明你还能喝到一点苹果的渣渣 对 但这个喝下去之后得胖成什么样啊 但这个苹果汁有点甜 它比普通的苹果要更甜一点点 果汁是不对水吗 不加任何东西的 牛逼啊 它的配料只有苹果汁 没有水 苹果这么juicy的吗 那这个很牛逼啊 给你们看真的 上面的配料表里面只有水 饭也看不清 我给你人格保证 我只看到了五个大字 先炸苹果汁 那可以喝啊 你要这么想 你在家里面如要健康炸苹果汁 你得买个破壁机几千块钱 买它十千块钱 为什么这么哄算呢 因为你买破壁机 你也就只能炸那么一两次 哈哈哈哈 算你快吧 不如直接买这个 先试一试 你还省得洗苹果呢 更方便 不用洗破壁机啊 还不用洗 还顺得睡 地球好 哈哈哈哈 我乱说了乱说 我觉得喝炒喝 但太贵了 下一个 雪梨苦瓜汁 酒瓜牛 这肯定兑水了 你看雪梨含量 大于等于60% 然后下面是水 再加一点苹果浓缩汁 再加一点苦瓜 大于等于1.2% 这么一点苦瓜呀 我怕你太苦吧 你平时会吃苦瓜吗 不会 我连蔬菜都不吃 哈哈哈哈 欠退了 他馊了 那肯定就是这个味儿 好难喝 比我麻渣的值得很难喝 哈哈哈哈 它不是苦味 它是一股酸味 细酸 酸中带着一点点色嘴 喝到嘴巴里的时候 它的那个果汁上面 好像带着一点点小小的针孔 在扎你的舌苔 扎扎麻麻的 像是搜掉的酒尿的口味 闻起来有一种豆汁的感觉 豆汁也是难喝了 跟豆汁并列吧 千万不要买 不管是好了还是坏了 都不要买 我还先拆这七 五月四号 这么多天了 保质七二四天 那还在保质七 对对对对 那就是它真难喝 下一个 桃桃乌龙茶 怎么样 你别说 这个还不错 桃子汁的味道好浓郁 它虽然叫做桃桃乌龙茶 但跟你平时吃的那种 桃桃乌龙茶不一样 闻起来有桃香 喝起来也是桃子味道 而也是浓郁的桃子果汁 好喝的这个 咱就是太甜了 哇 相当的甜 但是有色桃的感觉 青色的桃子的感觉 那是好喝的吧 是的 它比那个好喝很多 当然了这个不是鲜榨的 这个是浓缩之对的 成分比较第一倍是 所以喝到的呢 可能是一些味觉上的体验 你还别说 它里面的糖还挺用心的 糖用的是赤咸糖醇的 所以它那个甜味是热量比较低的甜味 100毫升的热量是53千角 你可以喝 你有宝贝问你有没有茶味 我跟你讲没有 下一个 胡萝卜汁 十二百八 这个是鲜榨 上面只有胡萝卜汁配料 哦 九代九是对水的 十二百八就是炸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鲜榨胡萝卜汁 非常的鲜榨 里面都没有什么的调味 就是胡萝卜汁的一个菜的味道 我嘴巴里面是菜甜 浓甜 然后有兔子在我嘴巴里面 拔萝卜 属兔子的人可能会爱喝 反正我是不爱喝 真的鲜榨胡萝卜 我尾巴都不想喝 我就觉得它刚浇到拉粉 然后拔开炸的喝 那也是不至于啊 它这是洗干净的胡萝卜的味道 阿爸瞎说了啊 倒油 阿爸道歉 他跟河马道歉 人家很新鲜 是我们不会喝 我不健康 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下一个 多肉葡萄汁 诶 这个打了六折 它是不是零七了 5月26号到期 那还好呀 没零七啊 6折 7块多钱 可以买 鲜榨的吗 鲜榨的 它里面说有葡萄果肉 哇哦 6折买爆 买10平方价的 里面的果粒其实很少 但你吃起来的时候 就是葡萄汁的感觉 鲜榨葡萄汁的感觉 没有兑水的葡萄汁 有葡萄果粒在里面吗 微微的一点点吧 但你吃起来 还是会像吃葡萄吃多了一样 有点色嘴 一点点啊 这个真的好喝 浓浓的葡萄味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 蔬菜炸汁而不适合你 对啊 还有那种什么芹菜汁 疯了吗 吃芹菜汁 怎么吃香菜汁啊 哎 香菜汁 大家是有多缺营养 还要吃蔬菜 而且蔬菜汁要多吃了 对 下面我们来尝一尝 河马自营的凉菜 我为什么要在河马里面买了 我感觉到了 紫叶百味鸡 河马五香牛肉 39块8 将近40块钱 牛肉是指这个价 160克 反正我感觉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牛肉还是很干的 好吃 香 而且没有兑水 牛肉很干松 你在自己家里放一点老干妈 稍微拌一拌 加点花生米 飞机废片 可以吃了 或者你晚上煮一个泡面 把整盆都倒上去 绝老 太浪费了 我晚上是泡杯 我没有用钱 买4块的牛肉倒上去 你就是吃真正的红烧牛肉面 有香味十足 这个牛肉是好牛肉的 40块钱可以买了 真的 这牛肉很贵的 大家就放着面 早上煮面吃 下一个香辣鸡爪 24块9 我看看还有几个鸡爪 1 2 3 4 4个 啊 一个6块多的钱啊 鸡爪现在比牛肉还要贵的吗 真的就4个 我刚刚在现场拆开来的 就4个 你说数多了 我来数 1 2 3 4 天王老师来了 也是4个 吃了 好吃的 好吃的 那个鸡都脆骨了 好脆哦 而且好辣哦 我的妈呀 它那个辣是很香的啦 那好吃的 当下有菜好吃的 知道 你要蘸一点点醋 不敢想 那要加鞋 我自己加啊 尝一下好吃的味道 它就有骨骨汁是吧 其实它有点骨 对 它流那些脆骨 它只是把中间的那根柱子给拔了 好吃吗 好吃 如果它再辣一点 更棒了 下一个 河马先生和子彦联名的百味鸡 我为什么不直接吃子彦百味鸡呢 29块9 300克 这只子彦百味鸡啊 非常好吃 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吃子彦百味鸡的 虽然不辣 但是香味十足 上面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有一点那种香蜜有哇什么的 就那种香味 是在你嘴巴里面久久回荡的 非常好吃 来 子彦百味鸡他们家的火皮凤爪 这怎么把自己供应商印在牌子上是吧 28块8 但别说 非常的虎皮 说看看几个 123456 6个 一个5块鸡左右 那个已经一个650 其实这么贵啊 这张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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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是比新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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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哇 这馄饨好好吃啊 像手工馄饨一样 比大娘的水饺好吃 虽然它要煮一下 但是它里面有妈妈的味道 可以看一下它器材有多少啊 天哪 这好好吃啊 这是手工做坊做出来包出来的饺子 弹幕说它这个饺子就是每天现包的 和机器压出来的那种速冻的口感 其实不一样很新鲜 我会爱它 当早饭吃12块8可以吃 如果它第一天没有卖完 第二天怎么办 打折 我可以买 打折没有卖到第三天怎么办 不会的 这么好吃的 值得拥有 快去买 你怎么忍心让这个鸡菜馆都过夜 它会伤心的 这个鸡菜肉好新鲜 就像我在冬村的时候 妈妈刚从铁鸟挖的鸡菜 剁成了馅的味道 它真的有一种香叶的感觉 这个手也太贵啊 这个钱我愿意花好吃 接下来我们上一个爆炸的产品 河马先生 龙虾头 麻辣小龙虾100块钱3斤 它那就是天丁天丁的嘛 对 等一下你们有什么披肩让我披一下 快把你的那个防晒服借我披一下 我们现在像被束缚了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龙虾啊 现在开始龙虾刚刚上市了 怎么样啊 再等等 它就是还没有很饱满 龙虾本身其实还行 你当夜宵吃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但如果你想吃个更好吃的龙虾的话 是你的 我跟阿爸两个人对龙虾非常有了解 它肉比较的多 这个龙虾还是个宝宝 小小年纪拉出来了 这是什么童子虾 接下来我们吃一点主食 奥尔良鸡腿大口饭团 65块9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饭团 我爱我的头套 但这个饭团你自己吃的时候它好散啊 它里面有一块巨大的奥尔良烤鸡腿 这个米饭也太散了吧 怎么样 全家的比较好吃 它吃起来的时候像粽子 奥尔良鸡腿味的粽子 我不是说它的米很糯 而是说你吃起来的口感像是那种鲜肉粽一样 全是米 上面根本一颗肉的感觉 你塞在嘴巴里面是一口饭 太压实了 吃不下去的 烧麦中的爱马仕 精灵鸭油大烧麦 没关系 爱马仕这么便宜吗 巨大 6块钱一个搞不好是可以吃的 这要怎么吃啊 没吃 没吃了 它好像一个粉扑 可以化个妆 这个烧麦也好吃 也好入味哦 它米里面好像有点那种虾米还是虾仁的口感 它甚至肉香当中带着一些鲜 河马为什么做包子好吃啊 好奇怪啊 而且还有肉丁 吃起来这个米饭 跟那个饭团不一样 饭团吃起来你会觉得米好多 但这个米已经变成了一道菜 米中有肉 肉中有虾 鲜香咸香在一起 好吃到这个 我觉得这里面的馅儿就是那种辣肉粽的馅儿 北方的烧麦里面没有米啊 全肉的那不就是包子吗 我想吃啊 肉包中的爱马仕 精灵大肉包 6块钱 巨大 这个包子是什么 有点太大了 比如我的手也好大 巨大 阿爸去热一下我来吃 我想要战促 你说一句让我好听的话 真的我没有你 我没有办法生活 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存在 你说错语呢 我也不错 北方的包子正常就这么大 你们吃这么大的包子吗 你知道吗他们跟我说 北方的包子就是这么大的 然后他们说正常他们吃两三个 难道大爷 还有醋呢 这是醋吗 这是爱啊 我们先扒开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 好大的肉哦 天呐 我跟你讲我吃包子 我最爱的其实不是那块肉 是带着肉汁包子鞋 对 这个才最好吃 可以吃了 早上吃这个不开心 那告诉我你这能吃几个吗 这个你看我感觉我是能吃两三个 其实我们是在家里面自己拿微波露里热的 就是馒头皮哦 依然是非常非常的软寒的 而且里面没有那种深色 没有那种噎嗓子的口感 还是温温湿湿润润的 而且皮上面包裹的那个肉香 哇绝了 那你尝一下 我给你拿醋来了 你竟然不沾一下 它也会消失吗 赶快赶快赚你时间表演一下 他也就是表演吗 真的有肉醋之后更好吃 好香啊 下一个 主食吃完了吗 小零食了吧 河马和河路雪的联名 总选葡萄雪泥 14.8 充缺高吗 这一份14.8毛钱啊 饭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非常的一般 这个为什么卖这么贵 它有什么特别的吗 好好吃 找到原因了 它的这个冰淇淋好好吃啊 十倍浓缩的雀巢奶粉 奶香非常非常的足 反正我吃肯德基 或者是麦当劳的圣代的时候 我是不要上面那些调料的 你别看它真的什么配料都没有 但里面有一点那种青瓜的香味 好吃到 而且你看起来它很硬是不是 硬邦邦的 没有 一戳就戳开了 它下面有鲜啊 它紫甲还有一层 那这个岂不是就是和我们之前 推荐过的河路雪的冰淇淋很像 它下面是绿葡萄雪泥 这4.8毛钱是有点贵的 偶尔尝一下没关系可以尝 放着放着放着 这个我喜欢 我分三天时间把它吃完 你说什么鬼话呢 还有一个 果肉酸梅口味雪泥 12.8毛钱 它是酸梅汤 真真的酸梅汤 冻的 你不要再偷吃龙虾了 你在干什么 我们现在在工作 我们工作环境这么幸福的吗 必须的 大家可以来投简历 它这个跟刚刚的绿葡萄是反过来的 上面是雪泥 我猜下面它应该是冰淇淋 而且这上面还有果肉 我挖了一个洞 有梅子肉 努力的哦 我现在好像在挖石油啊 让我失望了 我就挖到底了 谁敢相信 它是整只的一杯酸梅糖 我建议你们吃刚刚那个什么绿葡萄的 那个比较好吃一点 这个就是酸梅糖 进家里拿酸梅汤的粉冲一冲 泡一泡一可以 不差那么几点果肉 你买两个梅子放进去一样 下一个 河马的坚果 山核桃仁 88 打折 减30块钱 58 可以买 只要打折便宜5块钱也是便宜 180克的 所以河马是要等它打折的时候买才比较划算 是不是 它里面呢是这种小核桃仁 看到之后就走不动路了 就一定要买啊 就是我们每次去火车站啊 有时候一定会买一袋那核桃吃 因为我觉得我要哭哭脑子 好吃的 跟哪一份呢 有一个工艺商 给我来一点 很香 还有不色准 甚至有点奶香 而且它好干爽哦 里面你没有那个炒掉的感觉 它饱干饱得蛮好的 我觉得它跟奶粉有两个区别 第一个我觉得它甜味更重点 第二个就是它更完整点 奶粉就是碎碎的 但是因为你买奶粉蛮便宜的 它有贵的那个白白内衣 可以吃好吃的 而且有这个就是食物的条件 惊人 你看在家里面 在奶油上面加一点坚果 自创 茶叶月色 完全OK 而且茶叶月色你很甜 下一个 花生式米果 680 它里面是花生加式种 一般别买了 本味花生米加上没有味道的式种 吃起来还有点微微的泛苦 所以式种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你如果给你爸爸吃配酒的话 酒喝不下去的 太干了 有机干利人 11块8 一般 干利人也得难吃 不是回干的干 是干巴巴的干 你拿走 你把葡萄汁给我 下一个 芒果干 10块9 你吃芒果干 是大碗的 长这样 和一般 不要吃 他们家不能做零食也不好吃 我马生鲜 吃生鲜 吃凉菜 一把当成个卤菜店可以 这种小零食真的 你们去什么白草味来一份吃 比它好吃很多 你搅不动啊 而且里面芒果肉是烂的呀 那个烂的感觉是什么 有人替我咀嚼过的感觉 下一个 黄油蛋卷 99 因为你谁啊 58块钱折后 可以吗 我喜欢这个盒子 可以放在家里面抽垃圾 还可以放我的八子 应该使用了这个 这个蛋卷保存得不错耶 套开之后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好吃的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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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好吃 你刚入口的时候 带奶香很足 后来为什么又不好吃 因为它有点受潮的口感 你能吃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在嘴巴里面 它有一点点的炒掉了 皮掉了 像放到外面回潮的感觉 嗯 在它的隔壁放的就是美心 你买美心 好吧 是吧 我说你为什么端这个文香盘 这个铁颗子可以留下来 很喜欢啊 它是半熟的时候吗 好 今天的河马先生红黑榜就是这样 总结下来 好吃的红邦友 不好吃的黑榜 是 今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呀 那个熟食我觉得大部分都很好吃 凝食就是核桃的人会好吃一些 那个蛋糕都是你的点 其实我对蛋糕不是很感兴趣的 吃蛋糕有没有很错我的点了 那个半熟知识你会很好吃的 对对 还有个半熟知识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你觉得最好吃的一个是什么 鸡菜馄饨 哇哇的味道 我现在怎么很不洋气 很有家庭的感觉 感觉我是个巨蟹座 蛋糕里面我觉得半熟知识 29块9毛钱提拉米苏真的可以买 梦龙卷也还可以 不能再说了 好像显得我觉得好吃的很多 里面就是葡萄汁好喝啊很好喝 好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爱你们啊播 请不吝点赞 小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数据